新北市有一名这个窃贼呢行径非常的大胆 到店里面买饮料呢 趁着老板娘不注意的时候 就绕到柜台后方来偷走包包 而在慌张结账的时候呢 跑出店里老板娘的朋友见状不对 大喊抢劫 追了上去 为了要阻止这个窃贼逃走 还遭到嫌犯骑机车撞伤 而最后在路人的合力围捕之下 是顺利的逮到窃贼 戴着口罩和安全帽 身穿黑衣的男子走进店里 拿了一罐饮料 结账没排队 慌张把钱丢在柜台就往外跑 因为他是一名包包小偷 仔细一看 原本两手空空的窃贼 跑出店里时 左手突然夹着一个咖啡色包包 老板娘的朋友见状不对 赶紧追了出去 我朋友一看他说 那个男的怎么那么费血 怎么也有一个跟我一样的包包 然后他突然 他本来要走过来跟我讲话 突然一想 不对 一定是被他偷了 然后他就说 你怎么偷了 然后被人家的包包 腿上多处擦伤 连丝袜也破了一个大洞 刘潇姐为了阻止窃贼逃跑 抓着窃贼机车不放 却被多次冲撞受伤 大喊抢劫 一旁路人听见 赶紧上前帮忙 那六次的抢劫 然后拉住他的机车 不让这个抢钱 逃逸啊 就用机车冲撞了他两次 造成他脚步都是擦伤 我包包是放这样 一般人是 窃贼却没人注意 绕到柜台后方偷走包包 心境相当大胆 赫嘎仔朋友够机警 再加上路人的合力围捕 让这名窃贼插翅也难飞 中间新闻和孟谦黄顺瑶 新竹菜风报道